其實每年這白沙屯媽祖 進香當中都會有很多小故事 也這就是媽祖遷起的緣分 來看到這一名台南的黃小姐 就在網路上要尋找兩年前 送給他女兒衣服的香燈角 沒想到對方還真的回訓他了 巧的是兩個人都住在台南 今年也相約 再見面 把貼紙貼在麵包上 小妹妹就要去追白沙屯媽祖 聯叫發送麵包還願 但她也想謝謝兩年前 送她身上這件有著大大 泳製衣服的香燈角 黃小姐上網PO文網路巡人 附上小妹妹穿著那件衣服的相片 沒想到就有網友回覆 認識送衣服的香燈角 還幫忙牽線 巧的是小朋友跟送衣的香燈角 都住在台南 我女人是自己有 就是填畫了一個 說要送給那個姐姐 沒有想過會有這麼特別的緣分 說過了兩年了 你還能找到一個 曾未見過面 然後就 年年年就是療傷這樣子 媽媽說快要滿六歲 看起來圓滾滾 被暱稱罵鷹的女兒 當年坐了兩年試管 才好不容易懷上 但沒想到胎盤發生蓋化 很有可能需要隱產 於是去求白沙屯媽祖 希望女兒可以平安順利生下來 妹妹順利長大 為了還願 他們一家每年都要來發麵包 感謝媽祖庇佑 希望把這份祝福 分享給更多人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